我在那一份恐懼當中 我覺得我那一次我差點被淹死了 所以我消沉了好久好久 就是 我不知道我的未來在哪裡 我覺得那個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恐懼 我不知道我的未來在哪裡 能見探索未知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 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最近都在聽我們的Podcast 他說他最近 恐懼的時候就越想要聽我們的Podcast 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人為什麼會恐懼 在 生活面向上面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你在你的生命裡頭 你會有很多各式各樣各種的恐懼 沒錯 對所以我就在思考的是說 那些恐懼是為什麼 人為什麼會有恐懼 從何而來 對那些東西從何而來 恐懼是 因為 你喜歡 有想要得到的東西 但是你又害怕得不到嗎 這應該是其中一個吧 我可以想像的一個 其中一種 感感感受應該是怎樣 或者是說你有想要做什麼 可是呢 你恐懼的是你 做不到 對 你可能做不到 能力跟不上 呃 或者是 怕自己 怕自己做不好 之類的 或者是 因為怕自己做不好 我看過太多很多人都是 我怕自己 我怕自己 我說 怕屁啊 那很多時候 是不是我們 在還沒有做 或是還沒有選擇要做之前 我們就已經投射了一個 做得好 應該可能要怎麼樣子 或者是 想像出 他應該要很完美 是 那種追求完美而 感到恐懼嗎 害怕自己 沒有辦法完美的 呈現一個 好的 正確的 成果出來 而感到恐懼 我覺得有部分是這個 嗯 嗯 因為我 如果恐懼的話 很多面向是 是這樣的 就是 嗯 怕自己的不夠完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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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啦 我啦 我自己 嗯 害怕自己去面对那些自己的不夠完美 嗯 嗯 對啊 所以会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会恐懼 可是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啊 对 但那個感 我覺得那個感覺好像是說 机会忽然降临到你的面前了 然后你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你又觉得自己 好像还没准备好 然后就会产生一种 很想做 但是又很害怕的一个状态 嗯 我只是说我们人 都有各种的恐惧 嗯 可是我们就是会在这种各种恐惧里面 把自己淹没了 然后就看不清自己了 嗯 我就不懂 为什么要让恐惧凌驾于自己 那很多时候这个是下意识的恐惧啊 你或许你在恐惧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恐惧啊 知道 知道吗 知道 我有恐惧过 嗯 而且我也经常信的在恐惧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说 那个恐惧来的时候 很清楚知道那个是恐惧 嗯 而且那个恐惧是突然 会那种很像 很大一波浪 就直接把你淹没了 就那个恐惧很可怕 会袭来 对啊 而且你看到大浪 袭来 会害怕也是很正常的吧 不是啦 我说的是 我讲的是那个恐惧袭来的时候 你一定很清楚的知道你在恐惧 不是看到大浪的时候你会恐惧啊 妈的如果看到前的大浪恐惧个屁啊 哦 前的大浪就 我的意思不是那个 张开双手拥抱他 你的意思是说 大浪袭来 恐惧袭来的时候 就被浪淹没 你到底 你没有恐惧过吗 有 怎么会 怎么可能没有 世人都有恐惧啊 那你恐惧的时候怎么办 我恐惧的时候吗 跳过 我大部分时间都跳过吧 你不会正面迎击他 我大部分都是夹着尾巴落跑 好烂啊 夹着尾巴落跑 对 恐惧的时候夹着尾巴落跑 对 对你真的是这样 我 然后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 我 对 干嘛这样子 我通常都是夹着尾巴落跑 然后 先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再研究有没有什么 可以 去准备一些 武器 看我可不可以再回来 跟他对战 但是通常会先 撤退 比较多的时候 我后来才发现 我对抗 我不是对抗恐惧 我面对恐惧的时候 我都正面跟他硬钢 不论手上有没有武器 对 刚了再说 刚了再说 我每一次那个恐惧的浪袭来的时候啊 一袭来我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选择跟他正面硬钢 就钢的下场如何 钢的下场要看时间 就是有时候跟他 钢好几年 然后就遍体鳞伤 可是你知道 但还是硬钢 还是硬钢 我还是硬钢 我没有在逃避的 而且我 那个 我都很 每一次都期待那个恐惧的浪袭越大越好 为什么呢 不知道欸 我觉得我有点 你就是想钢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如果可以越过这一波 那个恐惧的浪 我没有任何浪踏不了 就是因为那个恐惧 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每一次恐惧来的时候 我都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 无论什么恐惧 我们现在不具体的说 它是什么恐惧 可是它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一定很清楚 除非你假装没看见 除非你逃避 否则它一定很清晰 感受绝对是清晰的 我相信 如果你肯面对它的时候 然后每一次来 我都希望它越大越好 就是这个恐惧代表什么 对我来说 当恐惧袭来的时候 就表示我缺乏 我知道那个时候 一定会很害怕 无论你缺乏什么 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把握 不知道 或是什么的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或是有时候只是单纯缺乏信心 我也不 我不知道 我想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也是会恐惧的 对啊 所以我每次常常在讲说 我在追求安全感的时候 我们在追求真爱的时候 我们在追求什么 有的时候这个人世间所有的 大部分的追求都是因为缺乏 是 对我来说恐惧也是 因为我缺乏 所以我就会恐惧它 可是我并不清楚的知道说 它是不是真的缺乏 对 所以我就会选择正面跟它硬刚 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胜算的情况下 对 通常你都是选择 硬刚 因为我想要知道我自己到底是缺乏 还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透过这个 打没有把握的仗 去了解自己到底有几轻几两重 对 因为我知道我打仗的仗死不了 但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打 就想说 这个等一下会 先退 还是先退一下 先退 我就是比较属于这种 对啊 可是我没有 我其实基本上 我即便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很恐惧 我还是 戴着头盔上在这 我自己是这样啊 这个恶物战争应该派你去打才对 可是 你知道 过去像机场仗打下来 我也还没死啊 但是这肯定啊 不然怎么会在这边讲话呢 对吗 就死不了嘛 然后因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谁是 他觉得说死不了硬刚 下一次来继续硬刚 因为就习惯心知道了啊 这个是不是会一次比一次更累积经验 或是更有战力 就下次在硬刚的时候 这一定会啊 上一次比如说上一次弄一弄也没死 哎 下一次就胆子又大了一点 之类的 犹豫的时间更短了 什么犹豫的时间 你在说什么 你胡说 你胡说八道 一秒都没有 你胡说什么八道 这这个本身其实是个能力啊 我觉得啊 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吗 我在想 哪个部分 面对恐惧吗 对啊 或者是这种硬刚的能力 我跟你讲 你硬刚一次就没事了 是这样 对 我所谓的硬刚真的不是乱打仗 那会不会有硬刚一次 然后就从此跌落谷底 就时间可能比较长 然后再也爬不起来 有可能 有可能 表现实在太差了 一上台就整个双脚发抖 尿裤子 我不会 机会来了 我还是他妈在硬刚 所以你一次一次一次 你知道我就是 我不知道耶 我就是 我还是要重申那句话 就是会怕就没大 没 那这个建立的前提应该是 也要有一些基础的本质学能 就能力还是不能差太多吧 假设 还是说 哪种本质学呢 你在讲的是哪种 还是说 譬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机会啊 他一直犹豫 说挣扎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 把这个机会接下来 挑战看看 这样子 OK 我跟你说 我现在 我们现在在讲 人生有各式各样各种的恐惧嘛 那他本身就有很多面向 他有实际面 你能力上面 真实能力上 真正能力上面的一个面向 可是他也有你内心深处的 很多不为人知的面向 因为那个是很莫名的恐惧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个也不是说 你的本质学能就可以理解的 你本身就是会恐惧 他有比较多是 有可能是你个性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说 你对于你自我认知上的问题 自尊的问题 自信的问题 对 自尊自信的问题 他有很多很多 如果他实际面上面 你说就是本质学能的问题 或者能力上的问题 你不选择硬钢 那不是很弱吗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实际面操作 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会就学 不会就学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第一次在公关公司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做第一场公关活动 那那一天 那是我第一场公关活动 我不晓得我自己要做什么 那那天老板就说 随便看一看 他就看到我 他就点名我 我说你 去主控台 我就 哦哦哦哦 那我就去主控台 就一上主控台呢 天哪 密密麻麻的 一大片整片的案件 然后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控制灯光音响 所有 今天所有的表演 灯光什么时候走 这个时候走什么光 然后音乐什么时候 下一场表演是什么 你要准备下一场音乐 可是我的重点是 那些密密麻麻的案件 我根本就不晓得 哪一个是 他是干嘛的 我没有站过主控台 赶鸭子上架 他根本就不晓得 我没有上过主控台 可是因为他没有问我啊 他没有问我说 你有没有上过主控台 你会不会 他没有 他直接就跟你讲说 你去主控台 然后我就说 哦好 然后我进去主控台之后 我腿都软了 我心里想说 完了完了完了 然后赶快 就旁边有一个 那里那个场地的工作人员 赶快教你 赶快说 这个是干嘛的 真的 然后我就赶快看 Round Down 然后跟他讲说 我这个时候要干嘛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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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讲完之后 我就说 那这个要弄哪里 弄哪里 我就在大概 10到15分钟之内 然后学会 我那个Round Down上面 我这个按键要怎么按 然后开始走了 你知道我也不晓得说 我到底会还是不会 你知道我就选择硬钢 反正就 你知道我带着钢柜就上战场 然后我一场下来啊 大概一个半小时下来 我的内裤都湿了 然后下来我就跟我老板讲说 我第一次上主控台 他吓到你知道吗 他说啊 那你为什么会不会跟我讲 我说你没有问我 可是 你没有 你没有去做 你也没有要累积你的能力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死的啦 是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 不会有准备好的一天 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真的 因为你在下一场的时候 主控台更大 对 我也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英文也不怎么样 烂烂的 然后就去 去国外 去新加坡 然后我老板有一天 就跟我说 等一下你稍微讲 然后我说讲什么 他就讲那个 我们那天 present的那个内容 他说 然后我说好 就一进去 哇靠 这全部要讲英文 然后我想说 完了完了完了 这刚刚那几个字 英文怎么讲 我都还没 还没 还没查字典 结果就上去 就讲了半个小时 哇 真的是 一路脚抖到一个不行 但后来发现 讲完了之后 下次再叫我上去讲 我就觉得 上次30分钟 都讲过了 接下来这15分钟 这个小问题 就 再也不是个问题 而且你也发现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啊 对啊 其实是 但说真的 那个第一次要上去之前 哇 真的是吓到 真的是 真的是 就像你讲 内裤都湿了 对啊 可是 我们现在 你说这种本质学能的 这种东西 或是技巧 技术这种东西 你其实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就会慢慢慢慢 不恐惧了嘛 对于这一类的事情 或者是一次两次 对 可是人会有其他的恐惧啊 嗯 你知道那个其他的恐惧 是什么 什么 那些其他的恐惧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 嗯 当你无法控制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有恐惧 嗯 可是我们人 这一辈子能控制多少事 其实很多都没办法控制 有很多没有 像无常你能够控制吗 你也不能控制啊 人际关系也不是 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 所以人有各式各样 对面对生活的恐惧 爱情也不是 完全没办法 家人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们啊 常常会被恐惧淹没了 可是那些恐惧 其实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嗯 都是在脑子里 嗯 都其实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会沙盘推演吗 我 我跟你讲 我们有很多脑补 对 就做一件事情之前 会稍微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代表是什么 会沙盘推演一下 会 预测一下 这个胜率是多少 对啊 胜率如果没有超过八成 大概就会开始有点害怕 其实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我其实还没看完 但是其实我有蛮多感触的 嗯 那 其中一个部分 他有一句话我其实印象很深刻 嗯 他说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恐惧也好 我们的焦虑也好 我们的害怕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幻想堆积出来的 嗯 我们必须要克服的 其实是推翻这些幻想 嗯 但难道这些幻想不就是你对于 现实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做的一些预测吗 有一些人做的预测是让自己有心理准备 嗯 有一些人的预测是让自己更恐惧 嗯 如果你的预测是让自己有心理准备 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嗯 但是如果你的预测是让自己更恐惧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 我们今天讲的是恐惧 嗯 而不是绝对说我今天做了预测 所以我才会有恐惧 或者是就一定成功 或者什么 不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预测才有恐惧 不是 其实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嗯 对啊 所以他有不一样的解释 那我要讲的东西是说 其实我们就 本身就一定内心上面在面对生活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有恐惧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很 怎么说 人与生俱来就是会有恐惧啊 嗯 我在想恐惧跟害怕的反面 是不是就是缺乏 某一种程度上的勇气 那人为什么会缺乏勇气呢 为什么遇到 看起来有一点困难 或者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缺乏勇气 我在我在想啊 有没有可能 其实 人之所以会缺乏勇气是 其实是对于 自己内心真正的 想做的 能做的 会做的 跟自己的欲望 呃 并不是这么的 确定 所以会让你 你的动力并没有大于你的 呃 恐惧 所以你才会感觉到害怕 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静相情缺吗 嗯 嗯 我反而觉得是因为他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嗯 啊 太想要 他太想要 想要到 想要到还没得到就害怕失去 嗯 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让这个失去发生 嗯 所以他连尝试都不尝试就不会失去 嗯 因为根本没得到过 啊 太远了吧 啊 之类的 还没有 他他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先恐惧失去了 嗯 嗯 啊 对啊 因为如果他 试着去争取 或试着去挑战 他很有可能结论就是 得不到 啊 因为通常为什么会 恐惧一件事情 或者是什么 有时候是因为他可能太过于美好了 嗯 太过于喜欢了 对 太过于想要了 嗯 嗯 那我问你 你记忆最深刻的时候 恐惧是什么时候 嗯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那个 那个恐惧是什么 没有很明确的 一下子忽然没有很明确的想起来 恐惧是什么 就是很 很鲜明的一个 一个例子 我每一次在恐惧的时候 回想很多的那种恐惧啊 嗯 因为他都已经过了 嗯哼 嗯哼 那我就会去想 为什么我当时会这么的恐惧 嗯嗯嗯 其实有非常多的恐惧都 嗯 来自于那些 未知 嗯 嗯 我觉得我最恐惧的时候 应该是在纽约的时候 嗯哼 我觉得我 好像快要没有未来了 嗯 我不知道我 该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 走我想要走的路 走我想要走的路 因为 我觉得我求助无缘 嗯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可是那个对我来说 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嗯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够不到 嗯 我对于那那一份够不到的跟那一份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嗯 这一份恐惧很大很大 嗯哼 嗯哼 我在那一份恐惧当中 我觉得我那那一次我差点被淹死了 嗯哼 所以我消沉了好久好久 就是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那个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嗯 嗯 那个已经不是用迷惘形容了 嗯 嗯 那个真的是很大的恐惧 无论是现实面也好 理想面也好 都是 那个巨大的恐惧好 我跟他硬刚好久 我好像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证明不了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 让我的恐惧更少一些 那个也不是我说出来了 我就能够解决了 嗯哼 完全不是 通通都不是 呃 也不是我戴着头盔上战场 跟他硬刚打这场仗 我就能够赢了 我赢不了 因为我当时就是知道我自己没有未来了 嗯哼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嗯哼 这个比我爸爸当时被抓去关 那个时候还要恐惧 嗯 那我有在想 为什么 嗯哼 唯一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有我想要走的路 而我知道 我现在走不了那条路 嗯 那个就是 我当时 无力 无力 那个是真的是一种 那是一种无力感 而且很 我很恐惧 我知道我 嗯 因为我很想要 我走不了 所以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嗯 这是接连下来的一串 就是 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嗯哼 就是说你的恐惧 其实起来有字 嗯哼 只是说这一条路上 太多密密麻麻的东西了 嗯 你已经 不知道说你的恐惧 到底来自于什么 嗯哼 所以 你很难在当时 你知道 去厘清很多的事情 当你有这一份恐惧的时候 因为那个实在是 太 无措了 你知道吗 嗯 他那个感受 可能就把你淹没了 完全的淹没 无法理智的思考 或者是什么 完全无法 真的无法 所以当时我是没有办法 很清晰的去看待我 为什么而恐惧 那你现在看得懂吗 我就是因为回过头去 我才看得懂 嗯 那你现在人有当时的恐惧吗 嗯 你觉得当时的恐惧被解决了吗 当时的恐惧被解决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恐惧的是什么 所以我30岁的时候的恐惧 更不一样 嗯 那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次的 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另外那个层次是 我知道我是谁 嗯哼 我知道 我的能力在哪里 嗯 可是 当时的我 一样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 我有我想要的未来 嗯 但是我 恐惧的是 哇 这个很难 很难说 我觉得恐惧的点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层次有点不太一样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因为在 还是同一件事情 还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挑战变得不一样 挑战变得不一样 或者是 你的期望值可能也不一样 对 但是还是同一件事情 没错 没错没错 嗯 嗯 嗯 那我现在也是啊 嗯 现在我也是啊 所以 我觉得 对我来说 那个恐惧都来自于未知 嗯 但我觉得这个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就是 人会有恐惧都是因为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有期许吗 才会恐惧 你如果没有要求 没有期许 没有想要得到的 没有 想要往前走的动力的话 其实你是不会恐惧的 可以这么说吧 嗯 嗯 对 正是因为这一份 人会有这样子的追求 甚至你追求到了一个东西之后 你会有更高一个层次的追求 嗯 所以你就会遇到更大的魔王 更大的挑战 所以就会更大的恐惧 对啊 所以我才说啊 每一次的恐惧袭来的时候 我一定带着头盔硬钢啊 嗯 因为 我有这样 我才能够 继续往前啊 嗯 嗯 同意 同意 对啊 所以 当你理解到这个 你会有恐惧 它是会伴随着你 一直一直不停的往前进的 那你唯有 不停的去克服它 不停的去 战胜它 你才有可能 一直不停的往前进 对 我现在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 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 所以假设你想 你是一个想要往前进的人 你就必须得要战胜 一路 这个路途中的各式各样的恐惧 嗯 而且每一个 每一个年纪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你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恐惧 而且不同层次 这是真的 闪不掉的 闪不掉 完全闪不掉 同意 同意 闪不掉的 嗯 逃避也没有用 所以就正面跟他硬钢 嗯 逃避也只是延后跟他 对决的时间 也延后不了多少 对 但迟早是要面对的 迟早是要面对的啦 真的 就每一个年纪 我25面对一次 30面对一次 我可能三 哦真的都是五年五年耶 嗯 那有些人选择 一遇到就跟他硬钢 有些人选择 先闪躲一下 过一阵子再跟他硬钢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啦 你在替你自己招 对 反正你 你早晚也是要提起钢窥上战场的啊 是啊 但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我希望我准备的好一点 再去 他就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啊 稍微嘛 稍微嘛 不要这样嘛 那你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不一定 我们可以先去多买一些武器啊 或者什么的 随便你 如果现在有在听的人 那个 你们要准备多久 对我来说 都是宽容的 都没关系 就我眼前的这一位 他妈的 他 你是要准备多久 啊 怎样 钢窥不够硬是不是 胆子比较小 是 舒辣 好不好 好了 这样 就这样吧 再见 拜拜 我们还会有下一集 不要害怕 还没有离婚 我们每次都Ending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还是 终于 一起 我们终于 谢谢观看